打开 这个鱼肉入口不是面糊糊的那种啊 非常有嚼劲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干烧鲤鱼 来 用心做好菜 是不是健康 来 现在把鱼放到漏沼里 往里浇 浇热水 这一浇这鱼皮 起来了 再烫一下 再烫一下 好了 放到嘴巴里洗凉 用刀一刮 把这个黑衣啊 招用点劲 这么一刮下来了 有它呢 不是说味不好 有它这个形象不好看 好了 就这样 现在呢 用剪刀 把这几齐 好了 朋友们看一下啊 把这个黑衣曲径 齐花刀啊 蓝草花刀 一公分远 一刀 大蓝草啊 深一点 这样的话呢 一手刀口处往里入味 好入味 看 这样就可以 盐要给足 把这盐搓到刀口里 再加上酱油 再搓一下 腌制15分钟 来 朋友们看一下啊 腌味的时间到了 把这个鱼身上的 酱油汁去掉 表面的水分啊 差的基本上净了 油烧热 现在是七成半至八成 调到小火 啊 用这张豆油炸 现在给它大锅 小心吗 晃一下刀 看一下啊 哎 干高鱼 给它炸掉外表皮干 里面的肉是 非常嫩的那种就可以啊 嫩如蟹肉 一个面炸三分钟 下次就这样 来 朋友们看一下啊 就会时间到了 看一下这个颜色啊 这个颜色非常不错的 现在 把油倒出来 加这些油 大致是 30克油 把花椒润下锅炸 好了 这就出香味了 灌入肥瘦肉先 先煎炒 把这个油给它煎出来 葱姜下锅 辣椒丁下锅 比肩酱 非常红的比肩酱啊 放25克 开始煎炒 炒出红油啊 然后呢 然后呢 咱们为了更好看 又加的鲜椒丁啊 你要正宗的做银川菜 那是不允许的啊 咱们这个你就放 没问题 主要呢 是点准这个菜 好看 这个颜色 你看好就行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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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好吃 好看 现在八分钟 好看 葱姜 葱姜 咬出来 汤汁非常绵稠 往上 炒这个汁 花椒油 放你 15克 这家菜好吃啊 关掉火 现在呢 把这个 鱼拿出来 火烈飞给大一点点 开成锅就行 香油 好了 里面可以打上点辣椒油啊 好了 看一下这肉 打开 看看这个颜色啊 类似里面都上那个颜色 这个就说明啥呢 这个鱼肉入口不是面糊糊的那种啊 非常有嚼劲 通常的肉就碎了这样啊 它没碎 你看这个地方 不是非常嫩的 发柴那个口感 这个地方是嫩的啊 这个干燥你怎么吃都能好吃 这是 腹部里面 你看这个颜色 来 把它打开 要不好吃就怪了 咸 咸 咸 甜 辣 微酸 就对了 好了 今天的干烧鱼 我们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